能够做到这个成绩的计算 也就是把上个星期的那个年龄改一下逻辑 不过呢 一样先学条件就是 一样是多重的逻辑判断 当然以后你可以做很多很多类似的 你工作里面 学大部分都是多重逻辑判断 那当然呢 这个用人工来做判断也是OK的 真是很辛苦 比如一个老师 每当要这么多学生好了 像现在大学甚至上百个 光改成绩就累了 所以如果有一套机制可以自动评分的话 老师轻松了嘛 OK 程式就丢给那个 这个 这个 电脑去跑 结果就自动算出来 那当然就简单很多 不过目前我们程式只有一次 input 那将来如果他批示的话 可能还是要学习 如何把外部的档案读进来 有没有 或者是资料库读进来 或者是网页资料读进来 爬虫一样 然后呢 判断完之后 再输出 那如果有多个的话 那可能还要再学习 所谓的回圈 回圈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重复做 比如说你大量资料 要把它读进来做判断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其实是从这个基础衍生出去的 那所以如果要改的话 怎么改 把上个 其实如果你假设你不想重写的话 你甚至可以拿上个星期的成绩 另存一下 那该改动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把这个潜输入年龄 改成潜输入成绩 那第二个 如果你希望呢 这个变数部分呢 要做变动的话 比如说你讲H嘛 年龄感觉怪怪的 你可以把它取代 那取代的话也蛮好记的 在哪里呢 在Spider的功能里面 其实这边有叫做什么 T换文本 它的快速键叫Ctrl R 所以你可以T Ctrl R Ctrl R的话呢 你就会什么 假设你想要把变数名称 通通改成A的话 那你就会把H选起来 Ctrl C 然后Ctrl R Ctrl R的话呢 把它看在底下 底下这个地方 就把H改成A好了 按下全部取代就可以了 所以你按下Ctrl R 然后把H改成A 然后呢 替换全部了 它就全部改了 不过你可能要小心 用替换方便是方便 但是有的时候 如果里面有一些不能 也是H 但是它不是变数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 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 除了H的变数之外 应该是没有 所以没关系 那你就直接把它全部取代 所以替换一下 它这样OK了 全部都替换成功了 那这功能其实没什么太特别了 反正你其他编机也取代嘛 OK 就取代 程式里面 假如你找不到取代啦 是不是你可以把它贴 贴到机制本取代 再贴过来也可以啦 反正方法很多 好 然后呢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是判断一下 什么说是A 所以把 内成年这个地方输出是A 可是A的条件基本上就是要 应该是80分以上 所以你就是 如果A要大于80分 大于A要等于 所以大于等于80的话 那就输出A 对不对 那什么说是B B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应该是我们写的方法 两种 一种是这种 一种是底下这种 那我先用底下这种 因为我自己个人比较习惯用下面的叙述方法 就是它怎么样 它有两个判断 就是当这个成绩 它输入成绩 要是大于等于 应该是70分吧 OK 然后要小于80分 OK 那如果这个逻辑 而且记得AND 是这两个都要为True 它才会为True OK 所以它要大于70 大于70的话 那就是 它大于等于70以上 因为上面这个逻辑已经把80分 以前的都已经占了 所以它不会 然后以下的话就是小于80 那就是B 那一样的方式 C的部分 一样把它C 然后可以把它贴到底下来 贴下来之后的话当然 我们就是把它改动一下 这边改动 大于等于60 OK 然后小于70 那就是C OK 然后 这边 剩下来的 那就不及格了 OK 把它改成D OK 那这样程式就改完了 不过我同学说 那我这边 可不可以不要else 我用else以符 然后我叙述说A要小于60 也是可以啦 只是说 这样好像没有比else来的精简 所以有时候写程式 你要取决哪一种写法 程式是比较精简 那你用比较精简的方式 不然它其实程式有很多种写法 OK 那你尽量选那个比较精简 你不要写出来那个 明明不需要写你写那一大堆干什么 对啊 OK 所以这个可能还是要稍微整理一下 其实跟写文章一样 文章里面我发现很多人 罪刺一大堆 根本不需要两三句话交到完就OK 里面写一大堆 写那堆要干嘛 我还有讲话 你知道吗? 我发现有人讲话 里面这个罪刺非常多 什么嗯?啊?嗯? 就像那个主播啊 我看气象主播最多 因为气象主播 它本身可能本来不是那个专业 就突然跳下来要 要播放气象 就是它就是 讲的就很多罪字 我不知道 就是类似像这样 写程式也是一种 类似的概念 尽量逻辑越精简越好 然后就是怎么讲 写程式越短越好 OK 所以你会发现 厉害的人写出来就是清爽 干净 对啊 可能不太会写 写一大堆很多人 那程式执行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就是 看起来就是不舒服 所以 怎么样的这个程式 自己看的也觉得很OK 那就是比较好的方法 OK 再来把它执行一下 那这个写法 当然你也可以 假设你不喜欢写这样的写法 你可以改我上个礼拜讲的 你可以把A放中间 然后 这个是第二种写法 你们可以参考那个 云端上面其实也有另外一种写法 就是可以把 怎么样 70到80间 你可以把A放中间 有没有 它可以什么 等于是大于等于70 然后小于80 类似上这样的写法 那至于哪个方法好 因为有同学习惯这种 不然你就写这种 那如果你习惯上面那种 你就写上面那种 尽量你有一个统一的风格 你不要一下写这个一下那个 那个自己都有点精神错乱了 像我是习惯上面这种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比较接近那个口语的表达 OK 好 那再来我们来执行一下 这个执行的话 它一样会请输入成绩嘛 那我就输入一个就是67分 那如果可以跳出应该是C嘛 那当然这个逻辑应该没问题 那其他的话一样就把它执行 如果今天输入85分 那应该输出应该A 也没问题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的话参考的程式码会是在云端百板第二单元的 第八页的地方 它有两种这个写的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尽可能 如果你假如是打字慢的东西 你可以直接拿这个来用 你可以甚至复制贴上都没问题 但是你复制贴完之后 我是建议你还是要把它delete掉 自己稍微把它重新再打过 可是如果你假如是你怕打字太慢了 你可以把你会的先沿用好了 那你有些可能像逻辑部分 你delete掉自己打一遍 尽量除了会之外 还是要熟练 试试看